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是守在14500点 今天还是在这个关卡之上 不过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一波整理波呢 因为现在大家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会不会有一些改组之后一些 包括禁控令国安基金会退场 那么另一方面中国也出现了 真的是好久好久没看到 这个是几十年没看到一个大规模的抗争 不忍了 使得牙骨也都走低 这个气氛之下 你是该跑 还是另外一个加码的时间点 好不容易等到了呢 我们现在看到一连串最新的消息 那么中美的关系 当然这个美国再度下了这个销售的禁令 那么这一次下沙的标的包括了华为 那么也包括了这是中芯通讯 监控方面有海康威视跟大华科技 无线电设备方面是海能达 总共五家的中资公司 在美国都禁止来销售他们的设备 那么这当然比较关注 就是华为跟中芯都中箭了 好另一方面来看 现在大家一定觉得 怎么iPhone14排队排这么久都等不到呢 当然跟中国的情况有关 我们看到之前因为这个中国也爆发了现在很多的冲突 状况不好 代工厂富士康也有工人抗争 所以打击到11月的iPhone的这个生产量 目前预估是会减少三成以上 所以这个iPhone Pro现在是这个一击难求的状态 好另外来看看大家说 哇塞有没有点好消息 乌俄战争打到现在我们一直期待战争打得差不多了吧 好不过目前最新的这个很多专家在说 乌俄战争现在看起来还有得打 一路上呢这个最新说法是有可能会继续烧到2024 那么整个国际货币基金呢 目前看起来是觉得明年经济成长的表现会跟 2009年这个很可怕的金融海啸一样的疲弱 那么特别是已经很烂的欧元区经济可能会再萎缩2%之多 好另外来看看那么比较好的消息 我们看到是电动车通用通用信誓当然说 他有办法在电动车的这一块 三年之内通用这边呢会让他的这个获利情况大幅的改善 那么预估在2025年前 他们的电动车事业部门就会开始获利 但是幅度当然不太大 1%到5% 不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 三年的这个时间表 好另外再来看到这是我们台湾 台湾倒是有些好消息 我们看到是台经院 台经院在做一些厂商的信心调查 目前看起来10月份的情况没有那么坏 厂商看自己的库存还有出货的情况 认为已经有开始平缓了 那么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个疲弱的景气走向尾声 预计明年的Q2第二季春宴就会慢慢出现了 好不过来看看10月份的景气灯号 这个其实今天就会公布了 目前看起来可能是序量黄蓝灯的机会也蛮大的 因为虽然是景气还是不好 但是我们的出口表现还不错 渴望有点加分 所以不会掉到蓝灯去 非常犹豫的应该还是黄蓝灯 好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塞工分析师 永年哥欢迎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存古达人 存古达人华伦老师欢迎 七月好大家好 买片全世界存古达人 贵老师欢迎 七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算是历史上的一天 这个选举结果就是这样 大家这台湾民主都是胜利的 选后第一天股市这样的演出 这个一般是在这个预料之内 没有这所谓的庆祝行情 今天下沙快要300点 好先帮我这个按铃一下 大家就说 哇塞这一波会不会hold不住了 选前想了很多利多 现在都没了 是不是修正 至少500点以上的整理波来了 yes or no 圈货差 圈圈 2比1 滑轮中立 永年哥 来了 我要先帮永年哥讲一下 永年哥像这个 偶尔来我们节目一次 上次就说会修正个 你上次说往上涨 不是修正 反弹1000点 2000点都有 看我们的这个频道都知道 2000点永年哥讲对了 是 所以你今天再开进口 OK 我们认真听会多少 如果有再涨的空间的话 那么其实在短线上 应该要回档一下 OK 我是认为应该要回档一下 回档500点 其实应该这么讲 这一波的反弹幅度 大概是2206点 对 那我们如果回档 三分之一的话 大概700点 对 那从14800回档700点的话 大概是14100多点 对 回到这里 算是非常合理的 那至于说会不会回到这里 那我们再拭目以待 OK 所以你觉得差不多回个700点 算是合理 三分之一还好 对 因为回档三分之一的话 算是强势回档 强势回档 然后喝了再上休息后 再上 是 再上吗 再上2000点 再上2000点 真的吗 过年之前 封关之前吗 封关之前 封关之前 应该在年底吧 年底 他讲的特别小声 我听得好清楚 下来700点 上去2000点 很好啊 会不会2000点我不敢讲 Good news 反正又是一个千点的行情 会有一波行情 还有一波行情 所以还有机会上车 是 OK 要坐哪一台车 不要坐错车 我们都快来讨论 华伦刚刚是比较中立的 对啊 那个股神巴菲特都买股票了 对啊 对啊 我们存股的角度而言 是啊 其实买不到最低点没有关系 而且他股神都买了 我们就跟着买就好 这是观察指票 OK 所以这一波你跟着买 我们看长期 OK 好 萧老师 你之前比较保守 当然是比较保守 我是觉得 我刚刚是讲暗圈还是差 我是认为说 会修正 会修正嘛 对不对 当然会修正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修正的话 股神巴菲特就不会进去 他买的时候都是要低挡买 对对对 也就是存股的话 都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虽然是台股跌 1万8跌到现在 你真以为他跌吗 不是跌啊 那修正而已啊 之前 疫情之前 那种仰角多高 对不对 你如果去看那个趋势线的话 现在只是刚好而已 那为什么我认为说 还会继续下跌呢 因为我们的利率 有没有 对 维持在高档 那一定是不利于经济 对 那台湾可能利率没有涨那么多 美国有没有 现在那个定存已经有叫四五%了 所以那些资金对美国企业来讲 是很大的 这个经济会很大的伤 最后就会影响到台湾 所以我是觉得从经济面来看 没有那么好 OK好 反正高利率了 高利率实在大家都会受影响 景气不会那么快回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永乐跟你怎么看中国股市 因为中国今天也发生了 这个很大的抗争 哇塞 胆敢 这个才刚刚 对不对 现在马上又开始抗争了 怎么解读 中国市会不会是个黑天鹅 OK好 那么我们再讲这个中国大股市 我们先看台湾股市 那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要整理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技术指标已经过热了 所以应该要拉回来整理一下 那第二个呢 MSCI它调降我们台湾股的全值比重 11月30号收盘之后要生效 所以呢 调降所以会跌 对 这个礼拜三应该还是会 最后一盘应该会有些沉重的卖压 那黑色星期五呢 礼拜三是买股票时间 对 然后黑色星期五呢 它这个零售销售 美国的零售销售 这个比预期的好 因为它是年增率是3% 它原本预估它年增率顶多是1% 甚至于这个持平都有可能 对 那结果呢它表现好 那这样想到表现好 那不是应该这个美国股市应该要涨 那大错 因为呢它的表现好 表示市场的需求是强劲的 那市场的需求强劲的 通膨就有可能会 通膨就下不来 下不来 所以呢那联总会呢 12月升息的这个目标 他原本来讲说可能两码 那现在说不定搞不好变成三码 这个市场会要担心 那再过来呢就是呢 12月13号美国要公布CPI 那15号呢 他们要宣布这个决策利率 那利率决策 那么接下来呢 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呢 刚才这个庆宜所提到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最近的这些示威的活动 那示威活动呢 其实呢对于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 其实整个陆港股都跌得很惨 那包括了美国的电子盘 美股电子盘 美股其实的电子盘呢 也是出现重挫走势 所以造成我们今天台湾股市 下跌的原因之一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港股的走势 港股走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港股走势呢到目前为止呢 大家可以看 它的这个跌的还其实还蛮深的 对 它现在在测试的月线 看能不能守得住 那万一月线呢 这个失守的话 那大家可能要稍微的小心一些 还有在下 对 就很有可能会拉回来 是不是会拉回来 打第二只脚呢 那投资朋友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陆股的走势 那上阵中和止住呢 它现在也是呢 在利手月线 它今天的走势 稍微强势一点 因为它今天是开低走高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这个下午盘呢 是不是还能够维持 这种开低走高的走势 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话 那投资朋友可能在操作上呢 可能要稍微的小心一些了 OK 好 所以现在这个陆股跟港股 还是先避开了 OK 好 那当然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的选取行情 有一些期待 结果是这样 一些行情是不是也落空了 嘎空行情还会有吗 牛年哥 嘎空行情 我觉得 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表现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些极党股票 第一个像是创意 创意到目前为止 它的这个卷值比 还高到百分之六十四 百分之六十四 然后呢 还是有很多像是预创啊 金星科啊 高丽啊 美食 这其党股票呢 它们的卷值比 都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五十附近 那么其实呢 这一波呢 有很多的股票 这个高卷值比的股票 很多呢 都已经展开一波的 这个嘎空的走势了 那为什么我认为说 嘎空的这个行情 还有机会继续呢 因为第一个 我们更主要是要注意什么 为什么 就是第一个 因为现在呢 多头的市场 多头的情绪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呢 做嘎空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呢 因为现在年底的作涨行情 我认为啦 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还没开始 其实部分 这部分的已经出现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股票呢 这个年底的作涨行情 还没有真的开始 那大家可能会讲说 那年底作涨行情 不就是投信啊 集团作涨嘛 对不对 大家都认为是吧 可是我认为 今年的真正的作涨行情 应该是属于呢 我们政府基金 就四大基金的作涨行情 为什么 到第三季赔到昏掉了 是不是 那现在呢 像各位年轻人 都还没有领到这个劳退金 那现在呢 大家就很担心啊 每天在那边算 哇 他还有七年破产 还有六年破产 还有五年破产 他吓死了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这个操作绩效呢 你如果到了 还是为止像这样子的话 到了明年1月的时候公布 这个12月到10月31号为止 他们的操作绩效的话 那不是大家就要 都要翻脸了是不是 我不敢讲更严重的字号 那大家就要翻脸了 好 所以要拼业绩 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一定要做绩效嘛 所以这一种的嘎空 它是所谓的嘎空 不只是嘎空投入 最主要是嘎空手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散户 根本就不敢进场 那不敢进场 这一波其实真的赚到的散户不多 不多 真的不多 甚至于有很多散户呢 跑去放空 就看拉起来 很不顺眼跑去放空 所以这一波我觉得说 嘎空手跟政府基金作帐的 年底作帐的行情 嘎空手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 那刚刚一直讲说 政府基金的作帐行情 这些政府基金作帐概念股 要怎么做 OK 好 其实还蛮简单 蛮简单的 赚钱有这么简单 OK 其实第一个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表没有列出来 我们给大家一个观念 政府基金如果要做账的话 它会拉什么股票 它会拉手上持股最多的股票吗 所以你去看一下 因为他们每半年后 公布一次他们手上的持股 那每半年公布一次持股 那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呢 这一个半年的 在6月30号 他们在第三季公布 6月30号为止 他们手上的持股率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名是台积电 百分之33 然后接下来的 几乎全部都全职股 像富邦金 国泰金 像是这些台硕 南亚 这些还有中华电 这些股票 那么这些的股票 它们一定要拉起来 不拉起来的话 它那个没有办法 真的达到作帐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刚才我讲的 这十档股票 Google都Google得到的 那么另外还有呢 就是集团作帐 还有高科技股 集团作帐 对 还有高科技股 那么大家看一下 像是呢 里面有包括了 像是十大作帐概念股 里面包括了像科技股 那传产股里面呢 像是育龙汽车 像是育民航运 中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近的走势 是不是非常的强势 那另外金融股 金融股呢 像不管是开发金 或者是国泰金 中信金 这些股票呢 为什么他们会 我们认为说 它有这个作帐的机会 因为在今年的上 这个第一月到十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的金融股呢 因为呢 就是他们买了债券 然后呢 这个账面价值呢 这个非常的惨 那所以到现在 那因为美国的 他们这个升息的步调 准备开始放缓了 所以呢 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呢 已经开始下滑了 所以债券的价格呢 开始反弹 那对这一些的 这个当初呢 蒙受这个非常高 非常大的损失的这一些的 尤其是受险概念的金控股呢 那他们呢 这个损失 有机会呢 开始回冲了 那所以这一些的股票呢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了 其次呢 就是呢 这个热钱呢 流入的概念股 就是上个礼拜呢 就这个热钱 法人大局买超的一些个股 像伺服器的 这伺服器 我觉得是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生计当然了 还有呢 就集团做账的 像台塑集团的股票 它是默默的涨 大家就不会觉得他们在涨 可是呢 你一个月之后回头看一下 哇 他们就涨了一大截了 那这种股票呢 其实对散户 我觉得是最适合的 那另外呢 IC设计啊 还有投信概念股 还有航运股 都是可以值得观察注意的 OK 所以是可以买的股票很多 这是短线操作吗 对啊 短线操作 就做这一波而已 对 因为以长线来讲的话 我还是 是战神怪老子老师说的 OK 就是 常见情况不好 明年 我觉得真的不怎么样 明年不怎么样 就是这一波先打带跑 先坐再说 明天再来休息 是的 OK好 刚中国市场我想请问一下两位 因为这个存股也会看一下 中国市场 这个方文老师你会担心吗 你蛮多的股票也跟中国有连结的 有中概股 对啊 那已经跌很多了 你怎么讲那么淡定 跌很多了 但是比重还好 还好 我还是台湾的股票比较多 大概八成以上 中概股大概10% 对 那你会想把它 不会 要换应该找换 你再知道疫情之前 再知道清零 封城之前就该卖了 可是我不知道 OK 比如说现在就不用卖了吧 反正要考虑要不要买吧 OK 就是说当舆论一面倒的时候 不见得将来的报酬率 就是跟舆论一样 所以我们放长期来看 是还好 做好投资组合 资金控管 其实我们存股是很轻松的 OK 反而在想要早买一点 是是是 其实有加减买 加减买 加减买 入股 不是入股 中概股 对 肖老师呢 中国你怎么看 中国其实 你会买中国ETF吗 我会买全球的ETF 当然也会包括中国 但是应该这样讲 不管是区域型 或者是全球型 只要你买的是ETF 也就是说中国最会赚钱的50党也好 或者是前面几党 低一点的时候 就一定是买一点 所以说跌越深 你买越多 其实这个就是市值型的一个概念 市值型一定的概念 中国状况这么多 还是可以这样做 我们应该这样讲 真的是状况那么多 那它的经济为什么会成长 经济会成长就是这些企业会赚钱 那哪些企业会赚钱 真的会赚钱呢 就是市值型 市值第一名的 就一定是最赚钱 就跟台湾一样 台湾市值第一名是谁 台积电 美国市值第一名是谁 那个苹果 每一家 你去看它的赚钱 那个惊人 那个我昨天才看了一下台积电 它今年 光是今年 现在第三季而已 已经赚了8000多亿 所以 股价还不敢回500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 真正会赚钱的就是大陆市值型的 那个第一名的 我没有很专门在那里研究 但是用随便想 用膝盖想也知道 那个不用去看 谁市值第一名 如果不是最赚钱的 有没有 没关系 来提款 OK 所以说市值型ETF 这是可以操作的 是的 那当然现在这一波大家很想把握 就是刚刚讲做账行情 再也就是做梦行情 还有明年圆圆红包行情 做梦行情 永年哥 现在要怎么找 OK 做梦行情要有梦啊 还有人去点火啊 其实我 我比较 因为年纪大 比较不太容易做梦 真的吗 我以为梦会比较多 OK OK 比较不太容易做梦 那实际上我们还是会讲究比较实际的 那应该是这样子讲 我们认为下一波的主流股 应该是有一大部分是属于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作涨概念股 就是政府基金作涨概念股之外 还有一部分应该是属于补涨概念股 因为第一波涨了2200 其实我们刚才讲过 有很多股票其实他们根本还没怎么涨到 那看起来呢 基本面好像之前不是很好的 那可是呢最坏的情况好像也已经过去了 那这些呢我们可以值得观察注意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有哪一些呢 我们可以看就是呢 第一个股价位积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就是这一波的涨幅呢 可能还没有超过三成的 对 那么可以注意一下 第二个呢 它的产业的前景一定要透明 一定要透明 那这个就跟这个作梦 这个作梦概念股的可能不太一样了 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所谓作梦概念股就是前途一片这个 迷雾盲盲盲 一片元宇宙 对 看不清楚 去年就是这样 是 所以呢我们比较很担心这一种了 那所以看要前景至少透明的 第三个呢就是营收稳健 营收盈域都非常的稳健 我们不要不要求它有大幅度的成长 只要能维持稳健就好了 那么或者是呢之前非常的惨 那可是呢它已经落入谷底了 那产业前景呢 那翻阳的个股呢 那我是认为说 我们可以注意一个族群 叫伺服器的族群 那伺服器呢在今年呢 这个前三季真的表现真的还蛮惨的 那可是呢 我们认为它明年呢 应该有机会起来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 因为AMD呢 已经推出了新的平台了 那英特尔在明年1月10号 也准备要推出新平台 所以呢 伺服器呢 它换机好 应该有机会开始 那再过来就是呢 不管是Meta 微软 或者是Google 它们呢 都上修了明年的资本支出 那也就是说它们一定会 大量的采购新的伺服器 所以市场的需求会增加 然后呢 它们的这个最坏的情况 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伺服器概念股呢 我是觉得可以注意一下 伺服器概念股 那我们举个局长股票做例子好了 结果举不是伺服器的 它是伺服器概念股 概念股 那那个伺服器的本身呢 已经是个很稳定的产业了 大概比较没有什么这种 飙涨的可能性 那对于连茂 连茂做这个同波基板 同波基板你可以看 那虽然看起来日线图好像反弹了不少 可是呢事实上 你如果拉开周线图 月线图 我看它还在地板上 OK 好 那它为什么会看这支股票 因为它十月份呢 它的营收还是减少的 你说还是减少的 可是呢 它这些供应链的库存呢 已经大幅降低了 客户呢已经不需要再去大坎库存了 而且呢 那公司派呢就讲过 我们第四季 我们的营收呢 会持平或者是略微上扬 如果在平常的时候 你一听到一个公司 我这一季的营收会持平 那一定会卖它的股票嘛 对 对 可是你要想 它过去三季是大幅度衰退 对 它说它持平就表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OK 好 那股价又修正的很厉害 对 所以这支股票呢 我觉得说投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OK 而且公司派之前这个 库存股护盘的蛮积极的 是 好另外来看 那讲到做梦行情 这次的这个梦最大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生计 大家都说台湾有机会变生计到 各种新药 各种想象空间都很大 买生计股心上要很大科 有没有什么买生计股必胜的SOP 这么烂的问题只敢问你 股市待够久了 其实我讲句实在 有什么绝技 我讲句实在的话 在今年以前 我真的不会去碰生计股 今年以前 今年以前真的不会去碰生计股 那50年没碰了 差不多 OK 好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去看一下 过去的生计股都是怎么样 就是新药股在标嘛 是 对不对 什么基亚 什么这个浩鼎 第三期低伤实验 还没有一个影子 就开始标 然后标到大家在那边等 那个是标准的做梦行情 大家在那边等 等它第三期低伤实验过去 然后呢 公司派都信誓旦旦的讲说一定过 结果呢到时候没有过 股价开始崩跌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我们对生计股呢 完全不敢去碰 可是今年呢 我们就发现有个 这个比较跟过去不太相同的这个现象 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发现呢 台湾的一些大的财团 大的集团 对 现在呢都开始呢 慢慢默默地把资金呢 转到生计业里面去了 那既然这些大财团 都把资金开始转到生计业里面去了 那表示怎么样 表示呢 生计有前途 对 这是第一个有前途 第二个呢 就是呢 从这个电子股 转到生计股 表示电子 电子业呢 慢慢开始恢复稳定了 我们不敢讲说衰退 而是稳定 那么生计股 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明星的产业 而且呢 那我们都知道 你不管是新药啦 还是怎么样的生计股 你一定要有非常庞大的资产 为什么之前呢 我们不敢对这个新药股 抱持什么这个梦想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新药 研发的这个成本 研发的这个费用 我们讲句难听一点 人家这个国外的这种大厂 生计大厂 他们一年的新药的研发费用 比我们呢 两三家的这些这个新药厂 他们的股本还要大 他们资本额还要大 比他的资本额还要大 那你怎么跟人家拼呢 所以呢 我们之前会有担心 可是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的财团啊 这些的企业呢 都开始慢慢把资金移过来 那他这些的这个产业 最需要的资金 大概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所以我们对于生计院 现在开始有一些兴趣了 有兴趣 对 股价也这么高了怎么办 那么股价高了 你就不要去追啊 对不对 像我们讲的 这边讲的时候 那对 如果是新药啦 新药的话 在三期临床实验 还没有解盲成功之前 你不要去追 他如果说生计实验 哇 开始飙升 你不要去追 即使你看 像是呢 之前的这个谁 北极星 对 他的新药过了 他三期临床实验过了 他股价呢开始跌 对不对 利多出镜蹦一下跌死了 没过也跌 过了也跌 对 所以呢 三期临床实验还没有过 你先不要急着追 还有呢 第二个就是 他股价如果涨幅已经超过50% 也不要去追 那我先举例说明 美食好不好 美食 很好啊 看这个限度不好 对不对 基本面啊 各方面 基本面什么都很好 都没有问题 可是呢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股价的标准实在太高了 那你要不要去追 当然不要 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股票呢 我觉得还可以注意一下呢 像是什么药华药啦 这些的股票 当然 他在短线上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弱实一些 可是呢 如果以长期来讲的话 那么他的基本面呢 还是可以值得观察注意的 尤其是三大法人呢 也开始回头来买这个股票了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 持续观察注意这种股票 OK 好给大家一些分辨的一些标准 甚至我们接下来 还有很多集会继续来讲 好请大家也先帮我们按铃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都 大家都三位级共识圈 明年仅期应该会不 还会再一波下来 这个时候到底做短线比较好 还是做存股比较好 短线帮我圈好不好 存股按X好不好 存股按X 存股啊 其实三个都存股啊 你举错了吧 没有啊 短线设计给你 你也先取存股 好 好既然你也是认为存股 要听一下华文老师 存股 这个对啊 我存股达成不存股 不是很奇怪 没有别的答案吧 没有别的答案 对 刚刚补充一下怪老子大哥 他刚刚讲说 那个产业龙头股 就是说我常在脸书分享 就是我也喜欢 存产业龙头股 你不管是中概股啊 台湾还是美国的股票 都产业龙头股为主 那长期胜算是比较高的 对 那我们以存股的角度来说 我们买进一档股票 就是这个讲到烂了 就是永远一家公司 就是各位观众 你的老板有没有卖掉股票 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在疫情的时候 在美国升息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 那其实像全联 他 我每次都举这个例子 因为全联股票没有上市 对 那景气不好的升息 然后 然后因为疫情 全联老板 会不会卖掉他的股票 不会 你的老板有没有卖掉股票 他继续在赚 对 所以我也不会卖掉我的股票 大概是这样 对啊 那基本上股票下跌 其实我们就慢慢存 以长期的角度 你用相同的资金 然后买到更便宜的股票 不是累积到更多的股数吗 明年不是领到更多的股息吗 所以现在不存 难道 要一万八存吗 当然是要跌的时候存 对 巴菲特都在存了 巴菲特的资产 它也不是说 不是说 每年都会增加 今年也是减少很多 今年世界 全世界十大首富 哪一个不是 跌二十八三十八以上 还有腰斩的 对不对 特斯拉老板 所以其实我们 以长期的角度 你看巴菲特的资产 是慢慢增加 应该是 但有时候会 还是会减少 但是就是 它买进的时期 对 那它就是以 擁有这家公司 当这家公司的经营者 去投资股票 那我们讲存股做短线 那这是我自己 这个切身的经验 刚那个勇年 勇年哥他第一 好像第一张 那个简报 他说 最近那个标股 嘎空股票 一个叫创意 三四十三创意 那个我买过 不像你会买的 我买二十张 三十几块 我未上市我就买 那是运气好 后来被台积电入主 上市之后 我一百三就卖掉 现在七百多 对不对 也不像你 那时候还没有存股 对 后来你看这个台积电也是啊 我台积电买多少 这我对账单 五十几块 五十几 哇 这么多台积电五十几 现在没有五百 现在也四百多 对不对 都放着吗 都卖了在这里 70就卖了 70几就卖了 然后最近再买回来 好为你舍不得 最近又买回来 对 没关系我再买回来 最近买回来 最近买回来 对 最近我还有对账单 对 所以这个存股做短线是差很多 不容易买过五十几块 最近买回来 对 最近买回来 对 要调试一下 对 因为以前可以买很多张 现在同样价钱 只能买一张 对 但是未来还是长期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名字叫 就义鸣啊 叫华伦老师啊 我都是以华伦巴菲特 对 你看到巴菲特买 就跟着买 其实我比他还早买 你算一种被动式层次的概念 对 也算是 对 我都跟着他 对 没有错 我跟着他 所以 最近我们长期 定期定额 其实 那个高尔子大哥 也说定期定额 那个长期投资 不管ETF 或像我喜欢 投资产业龙头股 其实长期胜算 你不要借钱 用长期资金 对 胜算是很高的 那我们看 最近台股十次熊市 最久的是 亚洲金融风暴 不是 是2000年 大抗泡沫 可惜吗 大概19个月 那我们这次 中国清零 乌俄战争 美国升息 也十个月了 快一年了 所以大家再忍嘛 再忍一下嘛 战争还没完 对不对 战争还没完 他不会说等战争完 才会涨 对 像我们新耀解盲 也不是说 解盲成功才开始涨 还没解盲 就开始涨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乌俄战争 或美国升息 美国升息还没有 还没有结束 还没结束 就开始涨了 对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最近美国 12次升息的循环周期 对 只有一次 整个循环 大概1972年到1972年 这两年的时间 太久了 到最后 total还是跌9% 剩下11次 就全部都涨 所以升息还是会涨 对 可是刚刚升息的时候 会跌 所以是不是要 当升息的时候 慢慢买进 等升息 不再升息 或升息的幅度减少之后 就开始涨了 反正到最后 11次 都是涨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升息 然后股票跌 我们才是 这个 买进存股的好时机 听起来现在都是买点的时候 找买点 买点 对啊 那买再跌怎么办 再买 那没钱怎么办 就等下个月有钱再买 卖血 对 就不用管它 你不用看盘 没钱看盘做什么 对不用看 那这讲过几百次了 对不对 我们台湾股是1966年55年 民国55年100点 那现在 现在1万4嘛 对不对 还1万5 今天多少 1万4 1万4 那把配息还原回去 大概是3万点 所以你就算民国55年 买到现在 也是100点到3万点 因为配息要加回去 那我们加全指数 它每年配息会扣掉 你把它加回去 用看这个比较准 报纸的指数比较准 大概3万点 对啊 所以我这个存股 就长期要乐观 不然存不下去 每天看到战争疫情 不是都封了怎么存股 所以这就是每天早上 基本上要很乐观 要很乐观 所有的表格 自己先看一遍 对 要看一遍 大家都要看一遍 然后这个你看 你每次有1000万个 卖出股票的理由 对不对 中美贸易战 美国政府关门 911恐怖攻击 SARS 然后金融风暴 COVID-19 这个美国中文大学 Omicron 我选的人没有上 这也可以卖股票 心情不好 但是最后你会看到 都是越涨越高 再来 彼得林区 大家认识是 我虽然最崇拜 那个股神巴菲特 那彼得林区我也蛮崇拜他的 那个从日常生活去悬股 对 生活悬股 对 刚刚有人跟他 那个生技股 有一个也是 我看到在表格里面 都是我有买过的股票 这个要表扬 他每次陪太太跟女儿逛街 都发现标股 我以为是年轻的时候 心好男人就是有逃出 我近视很深嘛 去配镜 我就看到那家眼科 人很多 我早上9点到下午1点 才轮到我门诊 对 那一家叫3218 那个我买过 30块 现在前阵早上300 现在大概 最近有跌了 那一次我也是买过 不过那时候 做短线快就卖掉 所以我觉得 还是存股比较好 所以就算过去 70年的历史当中 你有 有40次大跌 你有39次 你都预设到 而且卖掉 但是千万要记得要买回来 不然每一次都会长得更高 对 大概是这样 OK 就是听的时候非常振奋人心 赶快开始盘点自己有多少子弹 开始买买买买 来问一下萧老师 你也是存股的 是 那如果存股 刚刚像他是跌 他就一路再买 你呢 如果发现行情跟你想的不一样 前面那么多怎么办 不会啦 基本上 我们在讲说 存股 大家都一直在谈说 存股应该是龙头股也好 或者是哪一些要挑选 这个头脑有没有 要花很多脑筋 我喜欢那种比较简单一点的 就是说 人家帮我们选好有没有 哪一档比较好 哪一档比较不好 我常讲说有没有 台积电的股价市值 为什么是那么高 对 因为它的股价一直往上走 是 那个往上走是谁给的呢 投资者 甚至有一些外资 他们 也就是说 聪明的 我们讲说理性的投资者 他只有在 他越赚钱的时候 他才会用更高的价钱去买 所以 我只要 我只要去选说 市值越高的那一档 我来买就好 那是不是买台积电 我没有这样讲 台积电可不可以买 可以买 但是呢 台积电跟三星啊 然后跟Intel的竞争是怎么样 我们看过去很好啊 可是未来呢 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你怎么办呢 那最简单的是 那我可不可以买一篮子的吧 都是最好这几个 所以存股呢 你都选存ETF 对 我把它称叫做存股2.0 也就是说 你不用去挑 你只要是 像华人老师这样还太累了 当然这个比较聪明的 有没有 就可以自己挑 我们就比较笨的 有没有 我们就看市场挑 我跟你讲 市场是真的是叫做 那个谁说的 幕后的一只黑手 我常讲什么叫市场 你到那个好市多里面去 有没有 你不是要结账的时候 有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排这一台 这个结账区 没有啊自己会看啊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 每一个结账区的那个长度 有没有 都一样长 不会有一个特别短的 因为为什么 他看到有特别短的 就冲过去了 他就过去 因为对他有利嘛 如果有一档 比台信电还厉害的 还会赚钱的 然后是不是钱 就会跑到那里去了 所以他的市值就会 就会过来 不用三老金 ET5万自己帮你选好了 是的 OK好 那来看一下 因为我知道这个 蕭老师常在做这个股债分配 那金管会现在统计 10月份银行减持股票 部位157亿 但增加债券1229亿 金融业神操作 现在开始 卖股买债 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 什么时候买股 什么时候买债 有没有 就是只要看说 谁跌的越深 谁跌 谁跌你买谁 对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要买 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是一篮子股票的话 就是最好的 股票是这样 债券呢 你也不要买高收益债 就是说不要被倒账的 就是投资等级的债 对不对 那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债跟股 有没有 我们来看为什么 那些金融界操作是对的 你知道 我们来看就是说 这个是我之前 很早 2000年 2020 不是2000 2020来上节目的时候 你还问我说 我的那个债券ETF 有有有 你还秀手机给我看 直接给我看看部位 那时候有没有 我的那个 我那时候持有的00679B 就是二年期的美债 那时候的殖利率 是3.29% 对 那银行不是要赚利息吗 对不对 如果是有3.29%就不错了 结果 到了那个20203月 哇不是那个 美国股市 8523 最低限 对不对 那时候为了救股市 所以那时候一直一路往上跑 其实那时候的殖利率 剩下1点 就是只有1.5% 对 债券大涨 对啊 所以现在呢 大跌 跌到现在 美债 刚刚那个 骰公还讲说 目前的殖利率 有没有 往下跌了一点 就是开始涨 但是只涨了一点点 本来是4点多 现在是3.9 所以 其实以 我们讲说金融界 他们在看他们要的是高利 不是只有金融界要高利 难道你不想要高利 要啊 当然啊 对啊 所以啊 其实这时候是买债券的好时机 OK 相当同意 OK好 所以一样就买这个美债20年 不一定是美债20年 我们来看 就是说 可以怎么选 来 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份 因为债券同事 现在很多高层发现 财管客户的资金 从储蓄险出去 都是去买大量的海外债券 怎么买 没错 那我们讲说买债券 有人讲说 买债券 我们只能买公债 因为公债才稳 不一定 没有错 我们买的时候希望能够稳 但是也不一定说要最稳 因为最稳的就是 就不会涨的 不是不会涨 它的报酬率就低 要低 我们说如果刚刚讲 3.9%的殖利率 有没有 是不是算不错了 但是如果说有5.9%的 你要不要 5.9%当然是BBB等级 BB等级是稍微差一点 万一它导账怎么办 那是好怕的 只要你买的是ETF 它是一次买了两三百档 也就是一两档 也就是说 一点点违约率没关系 对 违约率 现在很多人是怎么样 我去买个别的债券 单档BBB 因为现在很多银行也推 会推很多个别 很多个别债券 我说 那个不是很好 虽然利率也是一样很高 但是呢 你碰到 虽然违约率也不高 但是你碰到就是100个分 踩到就踩到了 对 踩到就踩到 所以我们讲说 违约率这些有没有 只适合的是什么 大数 就是很多的客户 很多党 所以债券ETF 有没有 才是一个真正可以买入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 我自己帮大家准备 我分三个等级 上面三个 就是我看到有元大投信 中信投信 国泰投信都有的 前面最上面三个 那个是美债20年 然后中间三个呢 是高评级的 就是A等级的 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所以我们看那个美债的话 大概落在3.9%殖利率 然后高评级的落在4.9% 然后呢 BBB等级的落在多少 大概5.5 5.5 5 5.8 所以也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殖利率 我们以前只不过是1点多 那现在到5.8 5.6 5.8 这样子 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一个长天期的债券ETF 意思是说 我现在买到 一直到20年后 其实你的利率 就能够维持5.6% 也就是长期的5.6% 当然啦 如果说 在这以后 那个殖利率又往上扬 也就是债券价格 又往 也是会往下跌 当然往上扬的时候 你的债券价格也是会波动 但是你只要不管它 你不用管它 其实你能够锁住 那么长的高利 但是如果说 现在的利率是昙花一现 因为通膨的关系 通膨一小时以后 是不是又会降下来 所以你存定存的话 你只有说 现在昙花一现 这个高利短期间 对 那个长天期的债券 利率是锁住的 对 所以这个是里面的重点 那这三个呢 其实都可以选择 都可以买 都可以买 就分散都买 对 所以很多人会去押 单一的海外债券 但是肖老师不会 你就主要大家买一篮子的 债券的 没有错 因为我刚刚在讲 债券你还是会碰到违约 即便是 我们常常在讲 就是说 雷曼兄弟 在2007年的时候 雷曼兄弟在倒之前 他是A等级的 是啊 谁想得到雷曼都会倒 是 所以不要以为 就是我这样子一定很稳定 给大家看一下配息通知单 对 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就是领利息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 不管有需要看到就开心 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说 那个5.6有没有 5.6是现在 因为利率有没有 还降了一点 对 我这张是6.0的 放这 这个就是00720B 我那时候 我这 那时候持有的是52张 对 以目前的价格算起来大概 170万左右 对 然后我一记 领的那个配息是多少 26,520 对 那 一年的话乘上市大概10万多 嗯 所以170有10万多的那个配息 等于是大概6个 我把它算过应该是6个 差不多6个percent左右 很好啊 定存利率的四五倍很好 是 也没有倒债风险 没有错 好 所以这个 当然 这个是我确定的啦 这是我自己的 所以 应该怎么讲 大家参考看看 很好很好 好我们最喜欢看别人的股息收入 好这个再息收入很好很稳定 来看一下忽然老师 今年成绩单我们来秀一下 成绩单 对 这个 节节高深 对 那常有人问我说 你股息领这么多 那到底投入多少钱 我跟大家报告 我投入很多钱 当然啦 我十几年前 从周一早上工作到礼拜天晚上 我收入十几万全部拿去存股 我没有这么厉害 100万变6千万 我每个月有闲钱拿去存股 那反正我的股息又多就好了 对啊 像我有一个朋友 起码已经256万 对 256万 明年大概又更多 因为今年又买了更多的股票 对啊 我有一个华伦邦 有一个朋友他叫Jason 他妈妈 30年前 20 30年帮他存股 存南亚 南亚就慢慢存 然后南亚经过这么多年的 这个大涨大跌 也不管他就存 他今年股息就有领146万 光南亚 所以我父亲 我爸小时候 在我婴儿的时候 没有帮我存股 所以我就自己存这样 对那如果在座 如果你的 你也可以帮自己存 也可以帮你的小孩存 那过了二三十年股息就很多了 所以现在开始存股 他就想说我从婴儿的时候 我妈就开始帮我存股 对 好 你现在持有的标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哪些给你带来最大的股息 这个标的我没有准备 但是我最近有学霸菲特 买这个 买台积电 对买台积电 然后 400 差不多460 你买个389 389.5 也很漂亮 我买完之后 等到370 我后来就没钱了 就买零股这样 对啊 当天就是 这是我的 这是中国信托 我的账户 这永峰银行我的账户 我就当天有转300万解约 然后去交割台积电 对 所以巴菲特应该买比我早 那主要就是台积电 你要去解定存 去买300多块台积电 有没有害怕 那时候巴菲特还没有公布 对还没有公布 对啊 我代表他先公布 不是 心电感应 不是啦 偶像快要公布了 我先赶快买 就是觉得大家都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是长期 反正买不到最低点 没有关系 反正就盖牌了 就不要管他了 都跌这么多了 680 就跌这么多了 对啊 对啊 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心态就是 反正再低你就买 如果他继续跌呢 继续跌我刚刚讲 如果有钱我就再慢慢买 那如果没有钱 我就盖牌就不要管他了 那我有做好投资组合 我不是说全部都买台积电 我还有别的股票 对啊 OK 就是做投资组合 好 那巴菲特给大家启示 大家对台股那时候 很绝望的时候 他手伸进去台股 救了小白 肖老师你有受启发 买台积电吗 虽然是我没有直接买台积电 对 咱们也是有间接买台积电 所以巴菲特你鼓舞了每一个人 不是 不是 那个我讲过了嘛 就是说 那个 只要你买那个市值型的 我买的是0050 买了 我买了10张 10张0050 那等于是说 也买了大概 6 因为他有这样的4成 我等于是买了4张的台积电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 我那时候是111块买的 然后目前还算小赚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不用担心 如果说再距到越是越跌 有没有 我就再进场 是这样 那我现在其实绝大部分 持有的是债券的ETF 比较多 ok 然后我在dump 我们的殖利率有没有 下跌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把那个债券 ETF把它卖掉 来买那个 再买我们台湾的0050 ok 你在等这个债券上来的时候再还 是 现在以债券为主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存互答案 给大家很多振奋人心 但是来看一下 网友说怎么办 我也很想学习 我效法 而且他也蛮有耐心 我一直两年半 这人叫PTE poll上来的 他存互两年半 100万 就存这三档出债也非常有名 这个定期定的存 结果呢 就是一片绿 报酬绿 付 付 付 怎么办 他该怎么做 永宁哥要不给他点建议 继续存啊 继续存 对啊 继续存 你点下来的当然继续存 看看他们的这个智慧的光芒 人生要靠岁月来历练的 两年半太短了 太短了啦 对 而且他在过于两年半 都是在股市都在高档 那存股的 刚刚两位都有讲到 存股的一个概念就是 越低越买 对不对 你要逢低存股啊 跑去追价 那是做价差啦 OK 好继续存 华丹老师 对啊继续存啊 两年真的太短了 对啊 就是我们存股最忌讳 最忌讳 在下跌的时候停止扣款 你要耐心 加纪律 加长期持有 巴菲特也会套牢 OK 他买的台积电AD 差不多 也不是后来公告的41亿 大概平均第三季 大概50亿 他也是套牢的 台积电他也是套牢的 OK 存股就享受套牢的快乐 参透一下 好 萧老师 真的是这样 享受套牢的快乐 我常常在讲 就是说 你是不是 那个投资已经 历练 已经很成熟了 你只要看股市下跌的时候 你是快乐还是惊慌 感到那个就是惊慌 我该不该 我觉得他很烦 是 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想 你现在卖掉 你要不要去买另外一档 要不要再去投资 如果说 这个已经都 0050这几个台积电 联发科 都已经是最赚钱的 这几个公司了 你要把它换到哪一家 所以还是一样 就是这些公司 以后赚的钱 一样那么多 你这时候不加码 我就搞不懂 你什么时候才要加码 他真的搞不懂了 就是继续买 好2023年明年很快就到了 被动收入的来源会是 华尔老师你看法 继续存 继续存 那刚那个 就是我们直播之前 主持人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股票 那推荐 我是存股 不是玩短线 所以大家可能要知道 我是不在乎股价跌 短期如果跌我会加码 那第一个是台积电 我自己都有买 可是台积的殖率率很低 如果有些存股的 存股族可能 比较希望殖利率高一点 那刚刚乖老师大哥 有提供美债的ETF 5% 6%都不错 那我个人提供一档 叫3130 104人力银行 他大概7.5%以上 他很赚 他很赚 因为现在缺工程会常态 所以那个很赚 一个网页真人就收钱进来 OK 对这样子 好 最后给答案你先 OK 我还是一样 就是明年最好是跌 跌了就尽量买股高 买便宜 这个殖利率高的股 OK 好 午休过后认真上班 赶快存钱 就是买买买 一定有机会可以赚到钱了 祝福大家操盘顺利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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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